有建于农产品外销售组 让台东即将进入盛产的凤梨 成为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为了协助农民朋友度过难关 民间与地方政府联手动脑筋 台东县观光协会发动旅宿及伴手礼等相关业者 提出将凤梨入菜到料理当中 推荐给大家来台东旅游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能帮助在地农友 虽然我们在讲说台湾的凤梨没有出口到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的凤梨在果菜市场并没有叠价 反而是大家一窝窝的来认过凤梨 反而是涨价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高兴的 从业者推出的凤梨餐饮品甜点当中 各家厨师用心制作美味料理 让游客用餐或购物时 能买到健康美味的凤梨产品 台东县农业处许家豪处长也表示 大家让旅行增添美味的同时 一同帮助农民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台湾各地的民众 欢迎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来到台东看我们的热气球 吃我们的凤梨 欢迎大家 台东业者使用鲜甜多汁的凤梨成为餐饮的元素 旅游之外除了享用美食又能帮助农民朋友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期盼大家经过台东时 能多带走一份这酸酸甜甜的好滋味 以上新闻由正升台东台记者蒋明志采访报导 请不打赏草闹